全世界最可怕的十次轮船事故 第一名距离岸边800米却无人救援 船舶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 如今 航海已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作为主角的 船只也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大 更舒适 即便现代船只的安全性 相比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事故仍是有发生 有些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有些事故则对环境造成了难以恢复的伤害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吧 一起看看全世界最可怕的十次船舶事故 第十名 歌诗打鞋和好悲剧 2012年1月13日 歌诗打鞋和好邮轮 在意大利沿岸夜行时触礁搁浅 随后船体快速倾斜 船身出现一条50米长的裂缝 船体大量进水 事故发生时 游轮上有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多名游客和1000多名船员 事故最终造成了32人死亡 其实如果当时船长或船员 能更及时疏散人群求生 或许这个数字还能再小一些 然而胆小的船长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反而第一个撤离跳船 这位船长的确逃过了这场灾难 但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事件后船长谢蒂诺和大富以疏忽 误杀等罪名被逮捕 国际宝赔集团为处理清污 残骸打捞 人员伤亡等宝赔险向下 供支出赔款高达14亿美元 再加上船可险接近5亿美元的赔款 总损失金额高达20亿美元 第九名 阿尔文号事故 阿尔文号是一艘载重3500吨的载货船 于1975年完成建造 至今已经有将近50年的历史了 此前它一直兢兢业业 没出过什么事故 然而在一次航行中 阿尔文号遇到了恶劣天气 6米多高的巨大海浪迎面袭来 将货船硬生生撕裂成两半 仅仅不到5分钟时间 这艘114米长的巨大远洋货船 便彻底地沉没到海底之中 据报道 船上共有12名船员 包括2名俄罗斯人和10名乌克兰水手 海军和海岸警卫队马上进行搜救行动 最终6名船员获救 3名船员死亡 余下3人失踪 船上货物与船只都无法打捞 第八名 Express Pearl事故 2021年5月15日 Express Pearl集装箱船就如平时一样 从印度哈吉拉港出发 停泊在斯里兰卡海岸附近 不料这天船上发生了一场灾难性大火 要知道此时船上载有1新486个集装箱 其中包括25吨硝酸和其他化学品 事后调查发现 这场火灾很可能与化学材料泄露有关 斯里兰卡海军以及港务局派出救援船到现场灭火 基本控制住了火势 然而 这场火灾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损伤 数十只稀有海龟被冲上斯里兰卡的海滩 有些海龟的壳上似乎有烧焦的痕迹 当地的鱼 海豚甚至鲸鱼都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死亡 当地政府立即勒令渔民停止所有捕鱼活动 拒不完全估算 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4000万美元 而对环境的损失那是真的不可估量了 第七名 雷纳号货轮 雷纳号货轮的沉默也是因为一场意外 在暴风天气的影响下 雷纳号货轮所在的海域突然掀起了6米高的巨浪 在海浪冲击下 雷纳号货轮的船身断为两节 货轮上的集装箱也开始掉进大海 集装箱内装有木材奶粉和肉类等 这里面有些货物被冲到了海岸上 当地居民纷纷出动 捡走这些海的馈造 但出于安全考虑 警方劝告当地居民归还10道的物品 除了船只与货物的损失外 同样的 此次事故也导致了船只漏油 事故发生后 先后有近400吨燃料泄露到海水中 哪怕救援人员已经采取行动 将浮游层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减少对海岸和海洋生物的污染 但仍然还需要支付7亿美元 对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清理 可谓是损失惨重 第六名 长刺号货轮 长刺号货轮是一艘长400米 宽约59米 吃水15.7米的超大型集装枪船 这次的事故比较特别 因为它发生搁浅的地点是在苏伊士运河 这艘货船的尺寸约为4个足球场 恰巧的是 它的长度刚好完全封锁整条运河 于是这场事故造成南北双向航道封锁 也就是这条全球黄金航道由此堵塞 400多艘船舶不得不排队滞留 在堵塞的6天内 苏伊士运河当局平均每天的损失 都超过1500万美元 数百艘船和他们对时效有要求的货物 完全被困 为了解救这艘船 船东不得不掏出高达5.5亿美元的巨款 花了整整6天才让苏伊士运河 两端恢复通航 第五名 太平洋太阳风暴号事故 太平洋太阳风暴号是一艘豪华游轮 但在一场猛烈的海洋风暴中 它却变成了乘客们的海洋噩梦 当风暴袭击时 船只正在前往瓦努阿图群岛的回程中 天黑不久 乘客们就坐下来吃晚饭 有人形容事故发生时 就像在灾难电影中一样 桌子 椅子和乘客被左右抛制 几人因碰撞而受伤 在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中 可以听到惊恐乘客的尖叫求救 所幸的是没有人在这次事故中死亡 但有42人受伤 船上许多物品也在事故中损坏了 为了赔偿乘客损失 船只所属公司承诺游客们下次登船 将享受25%的折扣 但经历本次事故 相信没多少乘客愿意再来了 第四名 若潮号触礁漏油事故 这个事件发生于2020年7月25日 若潮号在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以南海上发生了触礁 燃油的泄漏污染了当地的海洋保护区 这是旅游天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总共有1000吨燃油泄漏到了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中 摧毁了那片海域大量的珊瑚礁 污染的持续扩散 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8月底 毛里求斯海域附近 已经发现至少40条死亡的海豚 当局要求霍伦船东支付3400万美元 以赔偿由此造成的生态损失 第三名 泰坦尼克号触礁事故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 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轮船 还有永不沉默之轮的美誉 然而 结果我们都知道 就在他的处女航中 泰坦尼克号便遭遇了恶怨 1912年4月14日23时左右 泰坦尼克号与一座冰山相撞 造成诱咸船手 指船中部破裂 五间水密舱进水 4月15日凌晨2时20分左右 泰坦尼克船体段列成两节后 沉入大西洋底3700米处 2224名船员及乘客中 共有1517人丧生 其中仅333具罹难者遗体被巡回 泰坦尼克号沉默事故 是死伤人数最为惨重的一次海难 它的残骸直至1985年才被再度发现 受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保护 以今天的货币计算 这场事故损失超过4亿美元 第二名 波罗的海王牌事故 在距荷兰海岸约40英里处 波罗的海王牌与另一艘船发生了碰撞 这次事故夺取五人的生命 另有六人在本次事故中失踪 救援人员已经放弃寻找失踪者 因为在寒冷水域中 落水船员的生存时间只有30分钟 波罗的海王牌是一艘汽车运输船 当时运送了1400多辆汽车 其中大部分是30汽车 据船运公司的一名代表称 事故原因很可能是人为错误 由于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 在地方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外 谁将对事故的损失负责 引起了巨大争论 毫无疑问的是 事故对船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打击 即便这艘船已经投保了6000万美元 第一名是月号克伦事故 2014年4月15日晚 在这476人的大型克伦事月号 北仁川港管理当局违规放行 深夜强行冒着大雾 开始了它的前往半岛南部的旅游圣地 几州岛的航行 为了能多装点货物 克伦经历了不合规的改装 增加了船体的安全风险 而此行中 克伦所在货物重量 居然是正常情况的三倍 属于严重超载 最要命的是 这些超载货物 还违规未做固定处理 进一步加大了克伦的安全风险 于是 这艘原计划将于 2014年4月16日11点 到达几州岛的克伦 当天上午 在韩国郡关梅岛西南方向 约3公里的海域发生进水事故 最终侧翻沉没 事故中仅有172人幸存了下来 超过304人遇难 而其中大多数的遇难者 还都只是高中生 这原本是一场快乐的假期旅行 没想到却变成了人间炼狱 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仅仅距离岸边数百米的事故 几个小时的时间 数百名的学生 却没有得到救援 反而是跟事故 有直接关系的船长和部分船员 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救援 整个事故最终造成了 价值1.8亿美元的货物丢失 国家和船务公司 还将向每名幸存者 支付8000万韩元的抚恤金 但无论是多么高昂的赔偿 那304条鲜活的生命 都不可能再重新回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次 最可怕船难 哪个让您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